行为是从事广告工程的曾姓夫妻 去年三月向翁姓男子购买高级商旅阿法 付了一百万的头期款 才发现对方竟然是用租赁车来诈骗 于是弃了找黑帮成员帮忙桥氏泄愤 不只限制被害人身自由 而且逼迫他签下了九百万的本票 更把人强压到内湖一处偏僻的钓鱼场 把人踹下渔池 囚禁凌虐超过六个小时 原警拿着鞠票上门逮捕这对夫妻 他们因为汽车买卖纠纷 竟涉嫌强压掳人 贝德德还有后方证明灵性主贤 绰号阿胖 同时也是黑帮成员 一开始曾姓夫妻两人 向翁姓被害人购买有路上头等舱支撑的 高级商旅阿法 定价超过三百万 但对方头期款价格一变再变 直到夫妻付了一百万后 才发现车子根本就是租来的不能卖 不满被诈骗 找来阿胖修理被害人 夺走手机限制人身自由 更逼迫签下九百万本票 无姓男子卖车诈骗 被抢要到内湖这一处钓鱼场谈判 不只被通欧还被踹进渔池 当天钓鱼场没有营业 汪姓被害人被囚禁超过五六个小时 过程中被恐吓拔牙齿殴打淋虐 衣服还沾染血迹 而嫌犯在放人前竟还帮他买了新衣服 由于汪姓被害人还有其他炸气安检再生 去年九月出狱后才拿着验商单提告 而主嫌阿胖经查不是第一次犯案 过去为了帮朋友出气 沉闯入柯文哲学长开的诊所 拿着球棒乱砸 这回又因为鲁人再度落网 嚣张行径令人摇头 记住先帮忙往家台北查报道